现代最强和千年前最强正式开战 五条物和宿诺究竟数强数弱 哈喽大家我是金丽 本期我们接着来看周日回战第二百十三话 上午我们说到 一个月时间转瞬即逝 五条物和宿诺约定好的决战之日就在今天 和学生朋友们告别后 五条物便出发了 异常代表着宿书界顶点的决战 正式拉开序幕 经典本该是和宿诺约定好的决战之日 地点在新宿 然而此刻的五条物 却带着伊丽芝来到了色谷 经过之前的那一场试变后 色谷直到今天仍是一番地狱般的景象 伊丽芝询问起五条物 在玉门江里是可什么样的感受 五条物应道 类似于工作忙得要死的时候吧 虽然一星期什么的一下子就过去了 但绝对不想再经历第二次 接着五条物问道 那地下五层的人后来怎么样了 伊丽芝回应道 这里是色谷试变的爆发中心 那些飞出时的存活率都很低 但因为五条县是留下的咒利残悔 那些昼灵在那之后都没敢靠近地下五层 五条物又问起 那无量空除的后一阵呢 在得知那些人都没事后 也就放下心来 此刻的两人已经来到了目的地 高楼天台上 科技和乐岩寺已经先一步到了 一个摆起了五字 一个抱着乐器 而与此同时 远在另一头的宿挪 已经感受到的那股气息 坐在高楼顶上 眺望着天际上的周力波动 嘴里喃喃道 是这样吗 哼哼 说回不久前 五条物出来后 和乐岩寺校长聊过 关于高层和叶鹅校长的事 乐岩寺毫不犹豫地便告诉了五条物 使他亲手杀了叶鹅 本以为会收到五条物的制裁 结果五条物却一点平静地告诉他 关于你的事 我已经通过校长了解了 洁癖死板而最终没落的人 也正因如此 存在着可以信任的部分 之所以你会依照上次的命令去杀校长 也是因为我被封印着 所以我也没想要责备你 对了 校长最后有说什么吗 乐岩寺把关于熊猫不是突然变异 而是有特定制作方法一事 告诉了五条 而这番话 也正被躲在屋外的熊猫 听在耳朵里 呵呵 看来即便到了你这岁数 人也是能改变的呀 这事儿 你没有和任何人说吧 熊猫的秘密可是特级案件 你竟然没和上次汇报 老爷子 你变了呢 要是换做你登上总监部的顶点 应该会比现在好点吧 这尸痕遍野的场面 正是总监部的高层们 死状惨烈 无以身还 回到今天 半路上 伊丽芝还问过五条 为什么今天会让她来展开结界 明明有比她更合适的人选 五条物的回答是 你是真的不明白吗 伊丽芝 是最值得信赖的 仅此而已哦 没错 正因为五条物的这番话 此刻的伊丽芝 在她身后张开的结界 脸色无比的认真 像她这样 曾经连逃跑的勇气都没有 让别人放她逃走的人 竟然让最强之人说出 是值得信赖的人 这要是还不做出对回应 不如死在这里算了 结界张开的同时 一旁的歌姬也动了 歌姬的术士 名为单独景区 是能在一定时间内 增幅术士范围内 包括歌姬本人在内 任何术士的周率总量和输出 在周术界的登峰造极 通常是做减法 咒词 掌印等能省则省 这一点被决定了术士的本事 但歌姬不同 她不做任何省略 咒词 掌印 舞和月 是将术士当作仪式升华 得到120分的效果 结界和术士全都加持在五条物身上 只见五条物也摆起了手势 结束掌印 嘴里说着咒词 九刚 片光 物语声明 表里之间 这张尖年线最强 和现代最详细的决斗 究竟谁才是挑战者 全都由这一期决定 准备完全的200分杀招 超远距离的释放 虚势 死 一瞬间 那扑面而来的力量 远远在几十里开外的苏诺 张开了双手 直到那毁灭性的力量爆发而出 他才知道 他被骗了 枕东大楼在这一炮下 轰然碎裂 将苏诺和李梅淹没其中 因为一地之张开的结界 让苏诺误判了五条这一招 虽然一早便察觉到那股气息 但直到出招之前 都没能感受到那输出的庞大 片刻后 眼神里缓缓走出身影 遭受那一几的素诺 右手粉碎 左手似乎刚回复 五条屋静止向他走来 嘴里说上 看来你似乎误解了什么 我来告诉你吧 你才是挑战者哦 哼 臭小鬼 挑战者 呵呵 看来偷袭这件事 让你相当愉悦啊 五条五 你不过就是案板上的鱼 一只稍微比别的更活跃 但也不曾拥有名字的鱼罢了 就先从你的鱼鳞开始剥掉吧 说着 素诺拳头上昼力回锯 做好了迎战姿态 那你又是为何 还在用那张领啊 是想让我手下留情吗 但是很遗憾 我接受过特殊训练 如果是会的话 我是可以动真格的哦 当然还有个原因是 和曾经砍过他的浮黑正儿 长得很像 动起手来就不含糊了 让你用诱人的身体死了一回 是我的失败啊 关于会的事情 杀了你之后再考虑就行了 欢迎落下 大阵一触即发 没有一上来就大阵对轰 而是先展开了紧身搏斗 素诺依含着恐怖手里的拳头 每一剂都被五条五用五下线数字 挡在外边 接着五条戒指势头直直倒下 悬停在地面之上 数据手指就这么一划了 便将素诺给推到了身后的墙壁上 素诺正惊奇于这股力量 就被一脚摔在肚子上 接连撞碎好几股墙 才停了下来 可还没站稳脚步 就察觉到一股异样 果断抽身往后一缩 果然五条五眨眼间便出现在眼前 一脚踩了下去 五条五每一脚都施加着恐怖力量 逼得素诺翻滚后置好几段 才站稳了脚步 就在这时 确定脚下桥梁承射不住五条五的踩踏 轰的一声断裂开 五条五腾空而起 没等素诺有所动作 就扬起手篮 控制着断裂的地面急速上身 那股巨大的超重肯 让素诺整个人都被压趴在地上 接着五条五手一挥 将整块地面连同着素诺 砸进了一顿大楼 就在地面轰然碎裂的前一刻 素诺跳了出来 落到另一侧的大楼顶上 脚下步子没停 飞跃而起的同时 对准了半空的五条五 手里摆起了那标志性的手势 起 无形斩机没有意外 仍被五条五弹开 但也成功引起了五条五的注意 在五条回头的一刹那 素诺已经握着拳头 来到了进前 虽然这一拳还是被五条五挡在手掌外 但身后 那被无形斩机切断的大楼一角 竟是砸了下来 然而五条五根本不按套路出牌 在这一瞬间 竟然挤出了五侠线 将素诺的拳头紧紧扣住 跟他一块砸紧的倒下的楼里 两人一上一下 在走廊里穿行 就在此刻 不知是谁扯下了一扇门来 挡着他们之间 素诺手里力量汇聚 视野挡住了另一头 五条五也同样叙事待发 两人的对抗 被淹没在倒下的大楼残骸里 掀起了烟尘 如同爆破现场 没一块功夫 烟尘逐渐散去 两刀身影缓缓浮现 就像刚才那一幕 不是他们俩搞得一样 还聊了起来 反正之后都说是你给弄坏的 你好意思吗 素诺的回应 也不知五条五有没有听到 总之是想起了明小姐 好像在实况直播他们的战斗 这下可不就曝光了吗 在五条五和素诺决战之外 代表咒书记现存力量的高专等人 以及陆紫云 日车欢见的盟友们 正通过身前巨大的屏幕转播 实时观看着两人的决斗 其中甚至还有解说的声音 面对着无下见素质 而不可侵犯的五条五 素诺采取了领域斩烟 来中和素质的打法 听到领域斩烟一次 仗像几人是眉头紧皱 一股提到 在之前机械玩的影像中 出现过领域斩烟 是色谷事件中 那些特级正午灵对五条老师 使用过的对策 专门针对无下线素识的 一旁的圣问道 看起来的确是在中和五条老师的素识 但这是个什么原理呢 日下部解释道 像是把我家简易领域 拿去生还利用了 通过在自身附加 没有任何素识的领域 让对方的素识 流入那空出来的容器中 从而打得中和效果 有人突然插嘴道 那日下部先生能做的领域斩烟吗 别小看我 那怎么可能做得到 听完解释的日车宽箭 摸着下巴思索着 感觉上能理解那斩烟 天使对此补充道 领域斩烟的缺点也很明显 不能和生德术师同时使用 看来这一点 素诺也不例外 要是出现斩烟之外的手段 攻击无下线的话 那五条五可能会输呢 熊猫脑着头疑惑道 那也就是说 素诺是在无术师的状态下 和无在对打嘛 许久未见的三轮侠也差最大 要是这样的话 那素诺为什么不先展开领域呢 反之展开领域后 也难以使用术师 先和五条老师进行领域间的压制 不更好吗 这话给一旁的齐罗罗吓到了 嚷嚷着 可别把领域对抗这种事情 说得那么简单 那样的话 不是很快就会分出胜负了吗 不过说到领域 它有个问题 领域的必中效果 会穿透五条老师的术师吗 之前一起被吞进这种领域里时 他本人说过会穿透的 既然如此 悠悠疑问道 难道宿诺是觉得 领域间的对抗 自己赢不了五条五马 萧子不这么认为 在他看来 以五条那么坏的性格 加持六眼 看得这里并不难 要真是那样 五条五口马早就展开领域了 听完几人分析后 张将在此问道 是不是不能达身领域的互相压制啊 根据狗姐和虎正的情报 他认为宿诺的领域 是不会封闭邪界的 好 不可能 此话一出 引起了一堆人的禁忽 那是不可能的 三轮 把那边的水给我扔过来 你这是做什么 我是让你把水给我 不要瓶子 明明解释道 日下不和三轮 夹置的二人转 很好的掩饰了 领域展开 要是不封闭结界的后果 要是没有容器 如何出水呢 若是没有画布 难道还能平枯回画吗 无根无叶的种子 要如何才能开花结果呢 就像在没有硬盘的情况下运行软件 可想而知 那是不可能的 珍希突然插嘴道 会议的不完全领域的结界 就是没有封闭的 日下不解释道 早就听说了 那只是利用建筑物和已有的结界等作为外壳而已 提出此问题的账象再度表示 但家冒献轮 哦不 卷锁也做到了呀 没错 那时候的胎脏遍野 便是不封闭结界的领域 99游戏发动的简易领域 被其逐渐剥离了 要是99当时展开领域的话 明明突然结构化来 那也无法达成领域间的相互压制 毕竟那最终会演变成 结界外壳间的压制 但换个角度想想 不知道会不会围绕这99游戏领域内 被赋予的数十比重效果 来达到相互压制 三轮侠视听迷糊了 所以说那相互压制 会是领域必重效果吗 吉人对领域的讨论 听起来就像是家常便饭一样 朱爷表示 那东西不是超级持周立的吗 所以应该不是能随便乱用的吧 换一落下就被狗卷同学否定了 在狗卷眼里的五条老师 可不会有周立用光的情况 朱爷对此表示赞同 但也很清楚 那是因为五条周立效率很好 周立消耗量都控制在自我补给的范畴内 但如果连续重复性地展开领域 那也会顶不住的吧 一旁恶狠狠定制荧幕的陆子云 有牙气势道 看苏罗那灵光剑 切换斩页和生德数十那么流畅 要是五条五没有六眼 从周立效率上来讲 苏罗恐怕早就赢了 对此一顾也表示 凭感觉来看 苏罗的周立总量 恐怕比他还要多一倍 也就是说 这两人都不是因为周立的问题 而不展开领域 西公堂眉头一皱 难道说 包括当事人在内 谁都不知道那领域相撞 会是什么结果吗 就在几人讨论之际 日车突然打断道 喂 要开始了 只见大荧幕上 众人讨论的对象都摆起了手势 领域展开 物量空处 扶魔玉厨子 战况瞬息万变 众人对于领域的讨论 还没有结果 这边便已经开始怼撞了 和明明几人猜想的一样 身处无量空处中的两人 领域逼中效果 一直在相互压制 不断抵消 一旦哪一方受到强力打击 或者领域承受不准而崩坏 立马就会遭到 另一方的逼中术势 突然安静下来的结界 让所有人都尽掉了下巴 虽然有所预料 但没想到真的会失均力敌 然而 刚这么想着 一股剧烈的震动 实际在结界上 虎正突然瞪大了眼 喃喃道 速度的领域效果范围 要比五条的领域外壳更广 而领域的结界 很难抵挡 外侧攻击 就像曾经打破证人的领域一样 无量空处 在外部施压下 轰然碎裂 只剩下扶摸玉厨子的情况 就如同刚才所说 领域崩坏的一方 立马就会遭断另一方的 领域壁中术势 立刃滑破了五条屋的脖子 就如同刚才所说 最强劲的决斗 战况瞬其万变 在领域崩坏的一瞬间 立刃便滑破了五条屋的脖子 这是领域的必中效果 他没办法抵挡 场外的虎杖等人被吓了一跳 但下一秒 究竟五条屋用反转术势 将伤口治愈了 亲友团们各吃几件分析道 反转术势只能解燃煤之急 只要还身处速挪领域中 战机就不会停下 张强问道 反正宿诺的领域不会关闭结界 为何不想逃出去呢 趁应道 确实 就算假定浮摸玉厨子的范围 是曾经将色谷移为平地的大小 凭五条老师应该也能轻松逃出去吧 但话一落下 就被日下不反驳道 不 五条屋顺移的原理是 使用无下线和对坐标空间继续压缩 但领域刚被破解 此刻的五条屋怕是难以使用术式 也就是说 现在情况不太妙 正如启任的分析 线上情况是散烈无比 身处领域解除后的术式熔断期间 五条屋遭受到了万千把利人的洗礼 整个人都被斩生了血人 两人同时消失在原地 下一个又展开着紧身搏斗 五条屋用着反转术式 硬顶着利人斩机 在宿诺的领域里和他对打 身上不断飙写又愈合 似乎也不影响他的动作 接下宿诺一脚后 一个手机就踢在宿诺腹部 宿诺用脚扣住了五条的大腿 没有被揣飞出去 但紧格而来的 是五条屋看不清灭容的当头一拳 宿诺歪过脑袋 躲开了这一拳 短暂交锋后 两人拉开了距离 心里都在各自盘算着 宿诺惊叹于五条屋 一直用反转术式治愈 竟还能这么灵活 而五条屋也判断出了 这伏摸玉厨子的核心 不是宿诺本人 而是那玉厨子 场面的众人 也对这领域进行时讨论 胡章问道 那玉厨子要是砸了会怎样呢 日下部和明明解释起 拥有这六眼的五条屋 没有选择去破坏玉厨子 就能说明 那玉厨子恐怕只是 一个领域的象征标志 破坏与否并不重要 听完解释后 击落了抱着脑袋惊呼着 那这该怎么打呀 欢迎落下 五条屋便告诉了他答案 新营流 简易领域 脚家升起的原型领域 正是用来综合领域的简易领域 也是曾被九十几游记 用来对付眷孙领域的法子 胡章疑惑道 五条老师不是说过 他不会骂 日下部解释道 五条的意思应该是不会骄 毕竟那家伙是什么都毁了天才 但真不适合教书 回到另一遍 五条这一手 苏诺也是没想到 他也很疑惑 五条屋为什么能 一边用反准术式修复肉体 还能一边做到通常的手里操作呢 不过也无关紧要 简易领域在对抗真正的领域时 是撑不了多久的 只见 五条屋脚下的简易领域 刚展开 就有崩溃的迹象 两人再次展开的热博战 但仅仅是一轮交手 五条屋脚下的简易领域 已经被瓦解了 无形斩技再次落在身上 但下一秒 第二个简易领域便展开了 这一幕是看啥的观众期的众人 连素挪也骂道 真是残忍 不过还有一点众人也发现了 五条屋这次并没有愈合伤口 也就是说 他停止着反转术式 朱也直见道 难道五条的手里快耗尽了吗 一股反驳道 五条老师是不存在手里用尽的情况 你来判断 五条钢柴和领域 就立马指出消耗比平时多几倍的反转术式 并持续保持全开的状态 况且对手可是素挪那家伙 再多的手里都顶不住了吧 回到另一边 两人又是一轮交手后 果不其然 五条屋脚下的简易领域再次突破瓦解 在领域瓦解的一瞬间 脖子上就多了一道血痕 在所有人心都提到嗓子眼的时候 五条屋竟然在眨眼间 环抱在素挪身上 这速度 素挪都没反应过来 接着 五条屋俯下身子 手里纸枪对准了素挪脑袋 术式反转 喝 这一击禁止将素挪轰飞 砸进了一具厨子里 在领域被素挪捏碎 遭受了无数斩机 伸出绝对劣势的五条屋 终于扳回了一场 一连串反转的发声 一股都喊在眼里 这下也明白了 原来 五条老师刚才停止反转术式 是因为 之前一直在用反转术式 治愈已经燃尽了的术式 停止反转术式的那一刻 便是发动进攻的时刻 五条物质突然发起的进攻 是出乎了在上所有人的意料 直播后台的众人也被震惊到了 就那一股也表示 五条老师正用反转术式 来治愈术式熔断的操作 他也做不到 因为术式熔断的感觉 和肉体受到的伤害 是截然不同的 举个例子 就像没有故障的机器 在超复合的工作后过热了 只能等它自己冷却 而反转术式 是用来修复故障的 不能强行进行机器的冷却 一股眉头紧皱 之前他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 但如今看来 还是他认知短浅了 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一股还是不愿相信 这是真的 五条老师也太乱来了 回到主战场一边 五条物已经站在了 玉竹子的巨坑之外 身上伤口已经恢复 被一击红卫的素诺 扭了扭脖子 身上也看不到一次伤痕 五条物问道 你这效果范围 还能再扩大的吧 素诺没有回话 而是用行动告诉了他 但就在素诺准备将领域范围 扩展到最大时 五条物也接触了那熟悉的手势 无量空处 第二次展开 标志的黑色球形领域 瞬间笼上了整个巨坑 直播间的亲友团们都发现 这一次的无量空处并没有崩溃 看样子是五条物 置换了阶级内外的抗性 对外部攻击的防御变强了 对于这一点 日下不吐槽起 为啥那家伙能这么轻松 改变阶级的条件啊 扶摸玉竹子 被笼罩在无量空处内 双方都没有了领域的优势 哼哼 重新开始吧 不用说 当然又是拳拳到肉的谨慎搏斗 但打着打着 五条物突然发现 素诺的拳头竟然还带着 那中和术式的效果 也就是说 素诺在展开领域的同时 还在使用领域斩岩 看来是熟练掌握了嘛 输出也比事情更强了 没错 在领域斩岩下无法使用的 是作用在肉体上的升得术式 但如果是曾赋予过领域的术式 那情况又不一样了 只见五条物 一击直拳挥了过来 竟然躲开素诺的反击 嘴角一扬 一拳就打着其腹部 就算有领域斩岩又如何 他找K不误 正这么想着 挨了一击的素诺突然转过身去 竟然就这么紧紧贴在五条物背上 一瞬间 五条突然感受到 素诺领域的避重效果突然关闭了 但此刻他的避重效果也同样消失了 因为素诺早已从卷所那儿得到了情报 能够不受无量空处影响的 只有五条物本人 和接触到他的人 所以 素诺通过接触五条物 来无效无量空处的效果 从而把领域的避重效果 全部加强在对领域外部的力量上 于是就这样 五条物的无量空处又一次被瓦解了 这下才是重新开始 无形斩机再次落在五条物身上 看着直播的虎杖士傻了眼 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日下部解释到 可能是素诺也改变了领域的某些条件 陆紫英是跃跃欲试 对称说着 要是那家伙死了 就给他上了 到时候可被拦着 另一篇 素诺发现 诺在五条物身上的斩机 伤口太浅了 这是我小时候学过的 虽然在掌握领域后 就基本没有用过了 感觉还行吧 这操作是给日下部震惊到了 这难道是落花之情吗 落花之情 是玉三家的对领域密传 能用周立自动弹开接触到的事物 听完日下部的解释后 熊猫吐槽道 既然是密传 日下部是怎么知道的 一旁的帐相表示 这种办法不像检验领域那样 会被逐渐剥离 但缺点是 也不会毫发无伤 小子机过话来 那样就已经足够了 只要给五条物争取了时间 治愈术实熔断就行了 话说的没错 但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 就这么眨眼间 五条物再次结印 无量空处 第三次展开 所有人都禁掉了下巴 这次恢复竟然这么快 并且这次的无量空处范围超大 难道五条物 是想将宿诺的领域包裹住吗 日下部还在吐槽 所以为什么这家伙 能正往随行所欲的 改变领域条件啊 明明皱着梅特分析到 但这样的话 领域的强度不也会下降吗 日车关键也符合道 是啊 就算不会从外面瓦解 里面输了的话也没有意义啊 果然 几人话音刚落 节节外科就发生了碎裂 众人咬紧牙关 都替五条物捏了一把汗 然而这时 西贡桃却发现 无量空处似乎开始缩小了 渐渐的 竟然变成了超小型的黑球 五条和宿诺 以及扶摩玉厨子 都被压缩进了其内部 这场最强之战 局势顺其万变 五条物将领域压缩到这么小 理论上来说 节节的强度会有所提高 直播间的众人正为此讨论着 日下部还是不敢相信 这盖子都会和篮球一样小了吧 珍希回应道 节节的外观和内部大小不同 不是很正常吗 日下部现场给珍希上了一课 话是那么说没错 但节节术中最重要的 就是具体的印象 要能想象出 把自己和对手的容纳性 看起来只有一人大小的节节内 不然就会漏洞百出 说到这儿 一旁的上相提醒到 羽门江 日下部恍然大悟 看样子是五条物通过羽门江的经验 学到了这一点 虽然但是 他还是搞不懂 为什么那家伙 能这么轻易改变领域的条件 明明节节是东西 是由对外条件 对内条件 体积 构筑速度等各项要素 达到平衡才能最初成立的 此话一出 郑和日车宽件同时应到 真的是这样吗 日下部摆了摆手 表示日车和盛不同 他俩的术实本身就包含着领域 所以并不算在内 总是不管怎么说 一般情况下 这些条件不是能临上调整的东西 真不知道五条物那家伙 是怎么做到的 或许正是因为难度高 所以五条才从大姐姐 收缩成小姐姐的吧 一旁的明明结果话来 五条物可能是想顺便试试 能不能用大姐姐 把覆摸玉橱子 完全覆盖进去吧 几人谈话前 现场的小型无量空处 突然发生了剧烈的震动 明明刚想说 这次似乎承受住了 轰的一声震动再次加剧 就宛如无数刀刃在切割着姐姐 一股眉头紧皱 素诺也在通过收缩领域的效果范围 来提高术实强度 天使直言道 这个姐姐要是再被破坏 五条物就没招了吧 月下不点了点头 真的样的话 五条物的处境就危险了 几人话音刚落 篮球班大姐的姐姐 最终还是没能撑住 被素诺给瓦解了 两人的身影和玉橱子 重新出现在坑里 但五条物的神情 似乎并不意外 看着现场的情况 虎张是心机如焚 替老师担忧着 但下一刻 所有人都瞪大了眼 只见素诺身后的玉橱子 竟然自行开始了崩坏 再看素诺 嘴角溢出了血 胸口处一个触不清新的伤口 场外众人瞬间明白了 五条老师在被素诺破坏姐姐的同一时间 给了素诺无法保持领域的沉重一击 这一次的领域对抗 五条物没有输 日下部宠三轮侠问道 告诉我时间 五条物的结界见识了多久 一下给三轮侠问懵了 表示日下部先生自己没看吗 日下部表示 这种事就给学生来做的呀 一旁的明明给出的答案 是三分九秒 逐具结界缩小的时间 正好是三分钟 日车环剑表示 现在领域瓦解了 双方都处于无法使用术式的状态 整齐说道 物能用反转术式来治愈术式熔断 应该能抢占先机 华刚脱口就有人表示 别忘了素诺也会用反转术式 对此一股反驳道 要这么说的话 他也会反转术式 但别忘了他之前说过 一般情况下 反转术式是没办法治愈术式熔断的 这时候天使说道 但五条物让素诺看到了 素诺是基于卷所之手 将自己灵魂作为咒物 分割成了二十根手指 他可是仅看过一次 就学会了将自己做成咒物的方法 小子明白了 意思是说 素诺很可能已经学会了 用反转术式来治愈术式熔断 几人分歧的同时 现场已经展开了新一轮的交手 果然如众人所言 两人直接跳过了术式熔断器 进行着术式线的比拼 素诺在躲过五条物的远程轰击后 也还了一炮给五条物 随时过遮挡下 这一刻的素诺 嘴角似乎扬起了笑容 下一刻 五条物追身而至 一脚就踹了战来 将素诺踢出了好几米 一边打着 五条物也在思索 为什么素诺一直不肯用 除了赋予在领域之上的 术式之外的招数呢 就连结界的条件逆转后 也没有是从内部强行破坏结界 而是选择用风险更高的方式 在领域内双方的必中效果 互相抵消期间 为了穿透他的无下线 素诺也只用了领域斩延 这一种手段 在领域被破坏前的三分钟 也是他占据的上风 就算到这种地步 为什么素诺还是没有准备使用 十种因法术 或是摩许罗的迹象呢 难道是因为 素诺有着会和他对话的记忆 知道他了解摩许罗一事 怕被他一击毁掉吗 正当五条物为此不解释 一道熟悉的铃声响起 那正是摩许罗头顶的转轮 同一时间 五条物的神色开始不对劲 鼻子里也溢出了血 那双眼睛里 似乎看穿了什么 看着场地的五条老师 竟然眼神涣散 鼻子里还溢出了血 一股不免有些担忧 但似乎这担忧是多余的 只见下一刻 五条物擦拭了鼻血 首饰再起 第四次展开领域 同一时间 素诺也不例外 展开了抚摸鱼厨子 黑色领域又一次将两人包裹 也同时印证了他们的猜想 果然素诺已经学会了治愈处持熔断 但就是不知道 是一开始就会 还是线上学会的 日加部周知梅特分析道 素诺从外部破坏无量空处 需要三分钟 在这期间 五条物必须得让素诺 没办法保持领域才行 肖子结果话来 表示请不要一直往不好的方向说 如果在三分钟内 五条物先让扶摸鱼厨子瓦解 那无量空处就能击中素诺 五条物就赢了 几人解说的同时 领域之内的五条物 已经将手力汇取在拳头上 劈头盖脸地撒在素诺身上 这速度都快得产生残影了 不过都被素诺用手臂挡住 五条物索性一个剑步 越过了素诺 没等素诺反应 就隔空一击 将其轰剪了鱼厨子 还没完呢 手里往回一拉 将还没站稳身子的素诺 又给扯了回来 素诺几乎是仰着身子 倒飞了回来 看似毫无防范 但当五条物拳头落下了一瞬间 双手已经挡在了胸前 在两人接触到的这一刻 大嘴角引起了笑容 无量空虫连带着扶摸鱼厨子 再次崩溃 几乎又是同时 在素诺从外部展现领域的一瞬间 也遭到了五条物的重击 这刺激的场面 引起了亲友团们的惊呼 照这么看起来 领域间的对抗 似乎是五条老师更强吧 几人话音刚落 就见素诺被五条物 一起给轰飞了出去 再然后 两人又开始结印 这算起来已经是五条物 第五次展开领域了 然而这一次有人发现 刚才两人的领域展开 似乎大概也许 是五条老师的领域 比素诺快了一派 没错 因为素诺治愈肉体 也用了反转术式 治愈术式容断相应延迟了 虽然连0.01秒都不到 但仍然被五条物空出击中了 眼神幻生的一刻 被五条物一拳轰在胸口 在这一次领域展开中 点二分四十秒 伏魔欲出自先行崩坏 随后 身中无量空出的素诺 眼神里一片空洞 五条物护身冲来 势必要将其心脏 连通肺和肝脏一并毁掉 要让素诺 比当时的虎杖更竭尽死亡 然而就在此刻 那不久前想起了零神载线 一刀硕大的身影 挡在了五条物身前 正是八卧仙异容神将 魔虚罗 五条物惊讶之余 也手势不停 准备在其适应 无量空出前 就将其破坏掉 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 魔虚罗动作 根本不带一丝停顿 就冲到回家的离人 虽然知道这家伙 有着适应一切事物的能力 但没想到既然刚出来 就适应了无量空出 原本占据上风的局面 转眼前就被打破了 透过直播画面 众人也看到了 魔虚罗的玄貌 明明掀起了刘海 扔出的那是禅远家的秘宝 拥有着能适应一切能力的 最强是神 虎仙吉人也没头紧锁 没想到竟然连无量空出 都被其适应了吗 视角回到主战场 因为魔虚罗的突然出现 让对决再次显入僵局 站在魔虚罗身下 苏诺胸口处的伤 正在被反软术式治愈 苏诺身经百战 在之前与万的对决里 就通过顶着魔虚罗的头饰 转嫁了其适应能力 从而看破了万的构筑术式 将其击败 而如今在与五条悟的 五字领域对抗中 他同样如此 其实他一直都没有底下 无量空出对他自身的避重效果 而是以承受了 五次无量空出为代价 将适应之力 再次进行了转嫁 转嫁之人 五条悟当然也猜到了 0.01秒的时间就适应 无量空出 显然是不可能的 更别说 那魔虚罗是在之后才显现的 所以并不是宿诺 自己转嫁了适应 而是转给了 抚黑慧的灵魂 魔虚罗的身影 渐渐沉入影子里 宋诺走向了五条雾 说道 看来你是有话要对我说呀 没有啊 只是你比我想的还要拼命 真是令人高兴 倒也比不上你 你那无量空出 我一直都觉得棘手 所以得先让你 没办法使用那招 我在领域内 没有使用斩印的空隙 都在用引法术 把适应转嫁的 抚黑慧身上 也因此我才没法用 富裕在领域之外的术式 好 但你转嫁的终究 只是那适应的过程 并非结果吧 所以并不是你 或者会的灵魂本身 适应了无量空出 我要是再展开领域 你还是只能放出魔虚罗来 但这一次 我会直接秒了他 速诺 既然精神笑了起来 你已经无法再展开领域了 果正如速诺所言 刚将展开领域的五条物 脑内一阵刺痛 口鼻也溢出了血 这一幕给直播间的众人 吓了一跳 一股是瞪大了眼 那不好的预感 难得要成真了吗 五条物突然出现了状况 速诺给出了解释 术式都喝在人的右脑 前额叶皮层 五条物用反软术式 来修复熔断的办法 是用周力强行破坏大脑 再用反软术式治愈 以此来重置熔断的术式 这种极端的行为 损耗可是相当大的 一股恍然大悟 表示那种办法 风险也太高了吧 日下不更是直言道 和术式关联的大脑 一直是处在未知之中 不是你想制就能治好的 虎正两兄弟也没头紧锁 要知道那每一次 都是在死亡边缘游走 更何况 这已经是第五次了 了解五条过去的肖子说道 虽然五条对治愈大脑很熟练了 但还是出现了后一阵嘛 而速诺 应该是使用次数较少 比五条状况也好很多 回到另一遍 速诺还在说着 已经到极限了吧 就算你成功展开了领域 不是当场毕命 也无法达到能对抗我的程度 接下来我会封锁领域的结界 你那无限也乖乖等着 被我适应吧 说话前 速诺头领又浮现出 魔曲罗的头饰 结印便准备释放领域 再见了最强 你只不过是生在了 没有我的时代 一切凡夫罢了 领域展开 抚摸羽厨子 可令人意外的是 羽厨子还没闪开呢 就轰然炸裂 血液从速诺眼鼻里溢出 和此前的五条物如出一辙 直播间众人又被震惊到了 这帆转也来得太快了 没错 速诺所承受的无量空处 最长也不过十秒 但即便如此 他的大脑也和五条物一样 受到了没办法再闪开领域的伤害 这次换五条物耻笑道 哈哈哈哈 这不是很有效吗 我的学生们可都在看着呢 还要多耍会帅才行啊 黄鹰落下 五条物的拳头便砸在了速诺脸上 这一次双方是真没法子 展开领域了 最详细的决斗 正式进入第二回合 在这一刻 万曾经告诉速诺的话 再次浮上心头 绝对的强者 因此而闪生的孤独 交给你爱的人 讲回事 后台直播间里 日下部就场上的局势 冲在座的各位问道 你们有谁被五条 冻正格的揍过吗 火战和熊猫几人直言道 冻正格的揍他倒是有 只有以骨盒趁举起了手 冻正格是指用无下线的话 是有过的 日下部用拳头打在手掌上 解释道 五条在用咒术强化过的拳头 打中对方的瞬间 会使用舱 吸引对方 将之两种效果相叠加 趁复合道 那威力的提升 可不是单纯的加法 就好像是 被揍的同时 遭到了反弹一样 齐罗罗问道 那感觉很痛吗 身旁两人都低垂着头表示 当场吐出来了 火战也由此想到了 七海曾告诉过他的话 要继续当术实的话 就不要和五条物比 那家伙能把别人 信信鼓鼓打出来的暴击 像品安一样打出来 谈到七海 朱眼用帽子挡住了眼睛 身色不太好看 日下部接过话来 表示这也是他想说的 他也不知道 接下来五条物会怎么做 画面回到主战场 正如众人所言 五条物的近身能力极为恐怖 正摁着宿诺在地上摩擦 接着 在控制着无数碎石块 向宿诺笼罩而去 手里拳头一捏 就将宿诺困在了石球里 可正要补上一脚时 宿诺便轰锁了石球 低身躲过了五条物的侧踢 落到地面上 但刚站稳脚步 五条物的当头一脚便踹了下来 这一脚的力量极大 但宿诺也借此来了个空翻 同一时间 他头领的转轮变坏了颜色 身体转身的一瞬间 便还了一脚给五条 然而 身前哪里还有人影 只见身后的五条物 施展着多重影分身之处 其中一道分身挥来了拳头 但宿诺一眼被看穿了 根本不带躲到 下一秒被转身接触了 五条物真正的攻击 刚才的一拳果然落空了 没错 这其实只是五条物 用于迷惑对手的奇怪身法而已 接触攻击的宿诺 也迎面一拳 轰见了五条物的脑袋 尽管用手掌挡住了 但五条物仍被这距离 先飞了出去 在半空中 抓住了路边的红绿灯 才停了下来 此刻的宿诺 头顶的转轮 又恢复了最初的羊毛 两人一上一下 暂时仍斩据缓和了下来 直播间的众人又开始了讨论 摩西罗的不留之词 象征着循环和调动 暂时受到攻击时 会是发生转动来适应攻击 刚说到这儿时 就见素诺头顶的转轮 转动了起来 这难道就是适应了吗 场上的五条物也在分析着 刚才素诺用斩炎打他时 其头顶的转轮变黑了 那应该是适应之地被中断了 没法使用领域 但能使用领域斩炎 也说明素诺大脑受影响的区域 是和结界术有关的 为了不让其适应 五条不打算使用舱以外的舒适 在绿灯亮起的一刻 两人同时发起了进攻 交锁而过 五条物握紧拳头一拉 将那红绿灯给扯现了素诺 而素诺则顺势将其抓住 禁止砸起了五条物 但这种攻击根本就不用懂 用无下线被挡住了 直播间众人讨论练继续 明明疑惑道 素诺没有换住摩西罗 是对无量空手的适应 已经在第五次完成了吗 郑则问道 五条线上的无下线 难得是需要发生多次转动 才能适应吗 日下不同意回应道 可能是吧 必须对他们来说 这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 回到另一边 战局再次交停 五条物直言道 摩西罗适应他的无下线 所需要的转动次数 还有三次 此话一出 给场外众人是惊呆了 无下线果然能被其适应 素诺缓缓缓走向了五条 一边说着 哼哼 倒计时开始 直到你那轻蔑的笑容消失 五条物 怀疑一个二愣子傻笑 表示你也是一样哦 我可等不及数到三 再把你揍死了 两人的嚣张对话 直播间的众人是见怪不怪了 但莱西突然问道 那家伙 是不是把汇给忘了呀 虎战火应道 大概是吧 陆紫云直言道 忘了那不挺好的吗 眼里战意满满 随时等着 去接手这场大战 随着领域之战的结束 两边开始了 圈圈相交的肉搏战 素诺头顶的转轮 又转了一圈 这一幕看在直播间的众人眼里 只剩下两圈 就要适应无下线了 都替五条物捏了一把汗 但此刻的五条物 倒还挂着笑容 似乎一点也不着急 手里周立汇聚 就从素诺轰了过去 素诺则借助楼宇建的柱子 闪转腾挪 不停躲开五条物的炮轰 但五条物早已借机来到 素诺落脚点 手里手势一起 下一刻 素诺身边出现了八颗 小心黑洞 瞬间将此处空间 映成了一团 但素诺在攻击落下前 已经闪开了 闪身的突充 正面的攻击还未停下 而五条物的身影 又再次出现在身后 这一次没得躲了 被五条物抓了个阵招 一脚便将素诺踹飞了出去 倒飞出去的素诺 一边治愈着伤口 嘴里仍旧挂着笑容 场面众人赫然发现 他头顶转轮 又转了一圈 也就是说 离适应无下线 只剩一圈了 虎章顺势分析道 这摩西罗的适应能力 到底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还是受到相应攻击的经验呢 日下部解释道 只要想想五条物 为啥不用顺转以外的舒适 就明白了 但要确切说 是时间还是经验 陆紫云接过话来 这两种其实都有可能 划分两头 此刻的主战场内 是呈现了一边倒的局势 五条物的计划是 一路发起连续的猛攻 给素诺造成他 只用苍蓝行骨的印象 才突然间改变招式 借助一根柱子遮挡视线 五条物摆出了那熟起的手势 数时反转 赫 一击贯穿了石柱 轰在素诺身上 但此刻五条物却没头紧锁 原来是素诺用斩炎 将这一切给接下来了 当然 多少还是受了点伤 对于这点 素诺也是有所预料 展颜只能中和输出较低的 五条线术士 并不能完全接触 强化后的仓和银 看着五条物的计划 被素诺破解 胡杖几人都瞪大了眼 再这么下去 五条线就要被适应了 五条物动作未停 控制周围碎石 向素诺笼罩而去 素诺只言道 这是思路被看穿 手足无措了呢 然而话音刚饿 却听五条物说道 刚才那发银 可还没炸开呢 从后方袭来的鹤 结实轰在素诺背后 这突然的袭击 素诺是怎么也没想到 但转念一想 刚才他们进入的这种建筑 格局很奇特 五条物的那发鹤 难道是从一开始 就让室内一圈而来的吗 不但素诺站稳脚步 五条物的拳头 就刹到了眼前 拳头伴随黑色闪光 正中素诺腹部 没错 这一幕都看在 直播间众人眼里 胡杖更是瞪大了眼 那不正是 他熟知的黑闪吗 五条物的黑闪 可是号称没人能接下的 更别说素诺 是遭受了前后两击 当场就两眼一白 头顶转轮 都失去了控制掉了下来 然而 就在转轮落地的一瞬间 突然高速旋转了起来 一道黑色影子 在脚底下开始翻腾 下一个 魔旭罗换号登场 手里退魔之刃 瞬间便破开了 五条物的无下线 划破他的胸膛 魔旭罗的突然出现 令五条物也没反应过来 那退魔之刃 静止破开了他的无下线 划破他的胸膛 这一幕都看在场面众人眼里 震惊的心情难以平复 虎仗只能安慰自己 就算是无下线被适应了 也只不过是双方 变成了同等条件 这点伤对五条老师来说 瞬间就能治愈吧 然而这时候 萧子泼了一盆冷水 五条伤口的治愈速度 已经明显变慢了 但既然还能使出鹤 那说明反转术士还是能用的 只是效率便低了而已 关于这点 想来大脑受伤的宿诺 也同样如此 然而 就算对手是史上最强的诅咒之王 大家在心里面 仍是难以接受 五条物会输这个可能性 已经变得越来越大 不仅是他们 连五条物也一样 这种感受已经多久没有出现了 要想上一次 还是那个男人 一想到这儿 五条物就兴奋地扬起了嘴角 毕竟和那失败感一同涌上心头的 还有令他期待已久的充足感 还是那句话 绝对强者因此产生的孤独 都在这一刻得到了满足 不仅是速挪 五条物也是一样 只见五条手里动作不停 棒棒两拳 就抡在某许罗脑袋上 接着双手并用 一掌将某许罗推翻在地 五条物每一记的威力都不容小觑 但某许罗嘴里念叨之咒词 转眼就恢复了战斗姿态 再看五条物一边 手里已经摆起了手势 术实反转 然而就在此刻 脚下的影子里 突然涌出大量脱兔 让周围环境乱作一团 五条物索性 将手直向了脚下的影子海 嘴里笑着说道 看来黑闪的效果不错啊 你要休息到什么时候 喝 幻影落下 影子海连同整个地板 都被这发号哄了个稀巴烂 苏诺的身影落在下层地面上 五条物和摩絮罗 也从眼神中跳出 通过刚才的一轮交手 五条物已经大致猜到了苏诺的想法 是将适应了 无下线的摩絮罗 作为主攻手 他则为了不让摩絮罗被破坏 从旁协助防御 同时 为摩絮罗的进攻 制作机会 刚想到这儿 九天苏诺 竟直跑来过灭火器 在五条物身旁轰然炸开 弥漫的烟雾 正好给摩絮罗 制作了进攻空档 然而 另场边障向 寒毛耸立的一幕是 苏诺竟然做出了 他穿血的招牌动作 压缩血炮 轰得一身直奔五条而去 这一击正好和摩絮罗的进攻 同时抵达 五条物只能用手臂打下这一击 接着 一跃躲开摩絮罗第二次的挥剑 感受到手臂上的刺痛 五条物算是明白了 苏诺并不是完全在从旁辅助 摩絮罗在将无下限消除的时间里 他也会看准实际进攻 这样一来 就真变成了二打一 并且刚才那发 附加满箱水炮能力的穿血 能在不召唤弑神的情况下 就随心所欲地使出弑神的能力 这一点就连五条都不得不佩服 这不跟他一样牛逼了吗 另外 苏诺献如竟在使出实影术 想来是因为 之前不能和御厨子同时使用 现在御厨子没了 无下限也适应了 才终于拿了出来 摩絮罗对鹤的适应 想必应该会比顺转术式 需要更长的时间 为了不让摩絮罗适应更多手牌 现如今他也只能用鹤来应战了 可刚想到这儿 就连苏诺孝之说道 你别误会了 这可不是二打一 结印完成 叶与昏 欠和兽 恶兔 这对庞大的身体 丝毫不亚于摩絮罗 正是由叶和黑色御犬结合而成的 合体式神 和摩絮罗一同站在素挪两侧 压迫感瞬间拉满 不过看在五条物眼里 吐槽起 这看起来就像 迷失在地球的宇宙人 欢迎落下 两只巨兽先后发起的进攻 五条物没有选择应接 左右闪转腾挪 但难免会忽略 从身下影子里冒出来的素挪 五条物侧身躲开穿血 反射就一拳砸了下去 也被素挪翻腾之堵了看 身后摩絮罗的攻击又接踵而至 同时杀在眼前的 还有那恶兔 五条物跟变戏法式的躲开攻击 导致摩絮罗被恶兔抱了个满怀 趁这个间隙 五条物手持一起 当头一发鹤 就给摩絮罗轰了过去 然而 效果却意外的并不是很好 五条物恍然警悟 看来摩絮罗的适应能力 并不是直接接受 而是有一个0到100的曲线上升过程的 这样一来 他就没办法冰鹤 以及消灭摩絮罗了 但看着摩絮罗和宿诺一直持续进攻的石头 估计也是想逼出他其他的攻击手段 然而就算知道这点 此刻的五条物也没有别的选择 只能使出 无限制的虚实了 看着场上逐渐混乱的局势 直播间的姨姑有些坐不住了 提着刀鞭往外走去 表示要去帮帮忙 可刚走出两步就被陆紫云叫住 让他别去碍事 就算是要去 下一个也轮不到他 趁也让姨姑冷静一点 陆紫云说的没错 只有在五条老师的状况 比他俩都差的时候 才能被允许参战 姨姑眉头一皱 反驳道 苏诺线如今可没办法展开领域 那两只士神 他和李湘就能挡住 可以帮上忙的 换一落下 一旁的珍稀插嘴道 要去也盖使他去 姨姑背负着多道保险 不能冒着风险去帮忙 但姨姑人士有说辞 只要现在打败苏诺 那些保险措施也就都没有必要了 试试和赌一把了 对此也只有虎上表示了赞同 支持姨姑去参战 这是必要的行动 然而 日加布却武之连表示 麻烦你俩小鬼头搞清楚状况行吗 明明接过话来解释道 苏诺和五条想要获胜的条件可不一样 五条只要打赢了苏诺就行 眷所那边就叫给他们来处理 但苏诺不一样 他即便是打败了五条物 也没有休息时间 立马就得和他们打 郑总结道 所以说苏诺肯定还藏有杀手锏 要是姨姑他们加入战斗 指不定苏诺立马就会使出来 听完诸文的分析后 两人都冷静了下来 日加布补充道 还有一个像里面的怪物 现在还没有现身 让没有拖后腿的 能全力以赴的五条物 去对上保存实力而束手束脚的宿诺 目前看来是最好的办法 一听的拖后腿的 一共没在接话 倒是时代观念不同的陆紫云 不屑地说道 和你们说的这些根本就没有关系 这是五条物自己的战斗 无论战况如何 插手其中都是不解风情的行为 回到主战场 苏诺倒是挺机智 换出两帮手联合对付五条物 他自个儿就隐藏在暗处刺激而动 只见五条物躲开了摩西罗一击 手里拳头带着黑色闪电 轰在恶兔腹部 一拳便冻闯了其腹部 但转瞬之间 恶兔便治愈了伤口 并用尾部的大蛇 向五条物发起进攻 五条物养身躲开 一把抓住大蛇 一击手刀 变成大蛇脑袋斩下 看着恶兔身逐渐恢复的尾部 五条物心里盘算着 这恶兔是继承的大蛇 虎藏 原路的叶 关键之处在于原路的再生能力 虽然恶兔没有适应无下线的能力 但也只能和摩西罗一样 一招将其击败 这时候摩西罗一招贴地斩 将地面的碎石块红了过来 被五条物挡在了无下线之外 摩西罗又正面回来了斩机 但仍旧被五条物轻松躲开 这一击的同时 似乎还夹杂着从地面冒出的攻击 五条物顺势一脚 将其刷下的摩西罗 一旁的恶兔手里身汇聚着周立 五条物瞬间出现在其身前 一拳就轰了过去 嘴里嘲讽到 攻击魔石也太弹调了 同时在心里计划着 可不能让素挪被这家伙给治好了 得先处理掉这恶兔才行 与此同时 躲在影子里的素挪也判算着 就保持这样的战况 不能给五条物发动紫的机会 开战前的那发200%的紫 给他造成了太大的压力 当时因为距离4公里左右 所以正面阶下 也只是炸掉了两只强化过的手臂 但以他陷入近的状况 近距离下就算是百分百输出的紫 恐怕也能给他造成致命伤 此刻 素挪将希望寄托在了摩西罗身上 如今的摩西罗 已经不是浮黑会的影子了 而是他素挪的 是时候拿出点亮眼的表现了 就在此刻 发生有了反应 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五条物的手臂就被整个切断 这道无形斩机 在斩断五条手臂后 在大楼上留下了浇黑的巨型斩痕 那模样就像是 素挪的斩机 见到这一幕 素挪露出了满意的神情 而直播间的众人 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没想到摩西罗竟然用出了 和素挪一样的斩机 并且是在五条物 治愈能力还没有恢复的节骨眼 装出这个石器 摩西罗和恶兔 同时杀到五条物眼前 在摩西罗一拳轰向五条的瞬间 刺激而动的素挪 从影子里杀了出来 一脚便摔在五条物脸上 将其踢飞向恶兔 恶兔包裹着咒力的拳头 轰在五条物的脑袋上 哦不对 似乎被挡在了五下线之外 身下传来五条物不屑的声音 从刚才开始就全是你这家伙 你根本就不配啊 说话前 手里咒力汇聚 下一刻 脸天脸的一发重气 狠狠砸在恶兔腹部 再然后 最大输出 藏 毁灭一切的小型黑洞 将恶兔轰飞了出去 这一击就连素挪和摩序罗 也赶紧躲到一边 半空中的恶兔 在这一击下被炸成了粉碎 并且从此刻起41秒后 五条物的大杀招 虚式子 将再次在兴肃 刻下他的战绩 半空之上 一发叔叔拉满的舱 将恶兔炸成了肉末 三人落在一栋大楼墙壁上 五条物正用反转术式治愈着断臂 下一刻 完整的手臂 以及自信从容的笑容 附近在五条脸上 而素挪 压力是越来越大 甚至感受到了 千年未有的紧张感 黑色闪电 第三次红处 击打在摩序罗身上 素挪两人都很清楚 除掉恶兔后 五条物的下一个目标 就是摩序罗 所以摩序罗赶紧后撤 将这面交给了素挪 然而 却近五条物近身 抓住了素挪出拳的手 接着 一个转身并扯着素挪手臂 挡成沙包似的 砸在摩序罗身上 再然后 第四次黑闪命中 摩序罗用手臂 替素挪挡住了这一击 被这股巨力 轰进了身后的大楼里 而此刻 玄庭在楼外的五条物 嘴里开始念起咒词 卫像 波罗蜜 光之助 补充说明 在素挪发动前 体内会涌起咒力 这就叫做咒力的唤起 除开领域的必中术士以外 大型术士 在发动前必定会有唤起这一步 就算是五条物也不例外 所以素挪由此判断出 五条物这次的咒词和咒力量 唤起的应该是 术士反转鹤 并不是虚世子 那他便能让摩续罗顶在前头 强行去适应 然而下一刻 却见五条物仰起了手 竟将这发鹤 往天上轰得出去 素挪眼神一致 随后立马就反应了过来 呼喊着摩续罗 荒野落下的一瞬间 摩续罗轰得一身冲出大楼 直奔半空而去 虚世子 是顺转舱和反转鹤 进行碰撞而生成的 这一点素挪也很清楚 所以在看到五条物 凌空轰出鹤的一瞬间 就想到了 五条物是将鹤轰降了内发 裂掉恶兔后 仍然延续着的舱 而素挪给摩续罗的指令是 去提前毁掉内发舱 但五条物巧妙地 利用舱的引力 瞬间出现在摩续罗和舱之间 也正是因为摩续罗 此前适应了舱 所以不受其引力影响 在这一刻 那bug般的适应能力 反倒形成了反效果 被五条物一拳砸在脸上 而与此同时 素挪的身影出现在一旁 正坐着穿鞋的手势 瞄准的内发鹤 打算用穿鞋来刺激鹤 提前将其引爆 等五条物转身杀来时 穿鞋已经射了出去 被五条一拳打在腹部 素挪还嘲讽着 五条物动作真慢 可话音刚落 就听五条物喃喃着 卫相 黄昏 智魂之铜 这是属于舱的咒词 在银场完成后 损耗不小的舱 再次恢复了最大输出 巨大的引力将轰向鹤的穿鞋 直接拉扯了过来 将其吸收 两轮进攻都没能阻止 只能眼睁睁看着五条物 念完最后的咒词 偏光 鸟语声明 表里之间 虚是 子 响彻云霄的巨型光球 瞬间炸亮了整片街区 宛如一颗核弹爆炸般 将谋序龙红尘的渣子 连带着那头顶的转轮 也一并消散 这一刻 直播间里的遗骨才低头 将日下不道歉 承认像他这样拖后腿的 的确没办法插手这种场面 爆炸并没有持续太久 眼神散去后 周围的一切都化我的废墟 一只裸露在外的脚上 伤痕累累 身体的主人更是惨不忍睹 血肉模糊的腿 断掉了左手 以及扶靠着废墟 难以支撑的颓势 反观深切的五条物 正有反转术式治愈症 被炸蓝的血肉 冲索诺说道 无差别自爆的虚视子 会将我自己也卷入其中 但结果来看 受伤的程度果然不一样的 刚才远身操作的仓 作为即兴节目也挺好的嘛 看着场上的局势 日下不孝之说道 五条物靠着黑闪 争取了反转术式恢复的时间 而宿诺 至于能力下降的同时 又失去了摩虚罗 还承受了这般伤害 如此看来 这场最强之战 是五条赢了 嗨 在五条物眼前 曾经的智友下游杰 正向他打招呼 然而五条物却一脸不爽 似乎并不想见到下游 下游杰涂测测到 一见到我就这样 真是失礼 两人都穿着熟悉的黑色制服 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 五条物墨镜下的眼珠子 撇向他下游 嘴里不悦道 明明我都跟学生们说过了 死亡的时候 都是孤身一人的 拜托 请告诉我 这只是我的妄想吧 那些怎样的好吧 好个屁 还有会父亲的事业 算了 走着那边 已经托付给萧子了 诅咒之王 感觉怎样 那可太强了 并且苏诺那样子 似乎还没有使出权力呢 恐怕就算没有回到十饮术 他也能赢 哦 竟然能让你说到这种程度 我甚至觉得 有点对不住苏诺 我应该是最能和他 共情孤独的那个人了 我有大家的陪伴 并不孤独 但在心里还是会有一条 生而为人 或是是作为生物的界限 我可以使花朵绽放 并呵护他 但却不会想让花朵 理解自己 多年来锻炼的肉体和技术 通过实战魔力的战斗直觉 还有极性的思维 发达和爆发力 我使出了这一切 我将将自己的所有 都传达给苏诺 呵呵 这一下打得很爽嘛 但我没能让苏诺 在战斗中使出全部实力 这一点上我感到很对不住他 下游匹之头回应道 真是令人嫉妒啊 但能让你感到满足 那也挺好的 满足 要是出战前拍在我背上的人里 有你的话 说不定就能满足了呢 呵呵 呵呵 总而言之 把我看着的不是时间 或是疾病 而是比我更强的家伙 真是太好了 你是什么武将吗 突然间 从身后传了另一道熟悉的身影 是同样穿着黑色制服的七海 和辉原 七海说道 那根本不是现代人 该有的想法吧 但或许正因如此 你才比我活得更久 五条雾不爽地抓着七海的头发 但并没有让七海停止吐槽 以前下游现实就说过 让五条雾一个人不好嘛 因为你并不是为了传承咒术 或守护什么而战斗 而是个只想满足自己而行动的变态 对此 会员表示非常赞同 大家都是这么想的 只是没有直接说出口而已 几人的嬉闹 就好像回到了曾经的校园里 那会儿的七海 还是一副青涩模样 中五条说道 这个结局很适合您的 虽然我不会肯定 但还是会同情的 那还真是多谢了 你呢 感觉怎么样 七海回应道 诅咒有事也能令人继续活下去 就像咒术一样 听到这话 会员尷尬着表示 都怪他乱来 七海接着说道 以前让明小姐推荐住所时 他这么说过 如果想要找寻全新的自我 就像北 如果想要找回过去的自己 就像南 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向南 哪怕是这么消极的我 也在最后赌了一把未来 结局还算不错吧 我也很感谢你 会员 听到七海的回答后 五条五嘴角一笑 下一刻 九重远处的夜娥校长嚷嚷道 校长 你不是说过 这屋是没有不留遗憾的死亡吗 因而校长捂着耳朵 不想回应五条五这个大嗓门 和旧人畅谈结束后 是五条五发自内心的笑 还有下游节 七海和灰原 李子和黑警 曾经欢喜的模样 也浮现在眼前 我会祈愿 这不是我的妄想 画面回到现实 战斗已经结束了 但却是五条五倒在血泊里 奄奄一息 直播间里 虎张瞪大了眼难以置信 一国和真心面色铁金 随时准备迎战 废墟之下 苏罗正对刚才所发生的一切 做出解答 摩西罗的适应 是只要承受过一次攻击 就能慢速解析 经过一段时间后 完成适应 在那期间 如果再承受同样的攻击 就能加速解析 并且适应过一次的咒术 还能再进一步适应 我在摩西罗身上 看到了想要的示范 未来由我来打破你的无下线 摩西罗一开始 是变化自己的咒力 来中和你的无下线 我并不能那样做 所以我一直在等 直到第二次适应 那一道斩机 摩西罗并不是像我一样击飞对手 而是扩张了数十对象 扩张到 你五条物以外的空间 将整个空间 甚至世界本身 一刀斩断 苏诺身前 五条物的下半身 还屹立在原地 真如苏诺所言 他从摩西罗身上 学会了斩断空间的一击 破开了五条物的无下线 将其拦腰斩断 他接着说道 其实无所谓 有没有无下线 我这一击 是将你存在于这一空间 这一世界 整个都斩断了 虽然难度非常之大 但摩西罗的示范 做得很好 哈哈 令人愉悦的战斗 我大概一生都不会忘记你了吧 五条物 一颗也没有为五条物的死而悲伤 在战斗结束的一瞬间 便杀到苏诺眼前的 是四百年前的最强术士 雷神 陆紫云一 对此 苏诺的回应是 我现在心情很好 希望你别来扫兴 好了 到这里就是周日回战 第二本36号的全部弄了 在看到五条物被腰斩的时候 相信很多小伙伴和麒麟一样 都难以置信 上一话还在宣告五条物的胜利 转眼就变成了腰斩的结局 这反转来的也太惊吓了 再加上五条物在走马当里 对苏诺的极高评价 看样子这场最强之战 的确是苏诺要更深一筹 五条物这么一下线 高瞻众人的胜率 突然就跌到了谷底 总之不管如何 这场最强之战到这里就落幕了 接下来该轮到陆紫云 和高瞻众人的战斗了 希望如之前所言 在五条物将苏诺打成重伤后 高瞻众人能将苏诺这个大麻烦 彻底解决 毕竟后头还有个卷所呢 那么喜欢周术系列的 别忘了点赞和关注哦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麒麟 那我们下期见